而這次搜水有風暴呢 也掃到了太子郵飯 原本太子郵飯呢 只讓消費者憑空盒才可以退費 但是如果是拿發票的話 就不給退 被消費者罵翻了 消保單位也介入調查 今天太子郵飯是態度大轉彎 宣布改憑發票退費 空盒則不能退 因為多數接的是大筆訂單 業者呢也會分成三個階段 主動通知訂購者 最遲到明年二月底前 都可以到門市辦理退費 前來太子郵飯的民眾 這次跟三天前不同了 拿著消費後的發票 跟櫃台登記後 就可以辦理退費 扛不住罵聲連連 太子郵飯終於統一退費方式 退費對象以訂購單位 訂購單上登記的訂購人為主 總出貨量高達50萬盒 這個金額大概要將近1億 太子郵飯近日飽受批評 進一步公布三階段的退費方式 首先他們會主動通知訂購者 讓7月到9月12號的訂單 10月底前都可以前來退費 再來則是11月 會處理5月跟6月的訂單 最後則是12月 通知3月跟4月的訂購者 最遲的退費期限 可以延到明年2月 不願說明三階段的退費 是否為了改善 龐大的現金流壓力 只說訂單系統跟人力 都已經比進極限 而且近日也發現 有受贈的民眾拿著空盒來退 所以如果訂購者再來退費的話 等於是雙重退費 訂購的人他拿到款項之後呢 再由訂購的人來決定 這個退費的款項如何處理 公布了退費方式 但油飯都是計食品 6小時內得吃下肚 讓本來想買明月裡 分享喜悅的消費者 也是萬般無奈 就覺得不好意思 本來是個喜悅變成分享 變成這樣 半年之間 太子油飯一共用了541桶 方福香豬油 他們強調絕對會向方福求償 並在10月開始 改用製製豬油製作產品 加上退費機制 希望能用眾多彌補方法 挽回消費者信心 優點TV 蔡新 郵商話 台北報導